说到90年代的香港帮派,很多人至今都是印象深刻,特别是香港那个时候英雄片非常多,而很多人也是通过这些英雄片去了解到香港帮派的。 在全球任何一个市场,可能都没有香港这么多的帮派电影,这就是因为香港很多电影公司的老板本来就是帮派人士,即使自己不是帮派大哥,也跟帮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比如说最早的邵逸夫,他就是青帮的人物,后来的向华强,哥哥向华言就是新义安的龙头,而杨寿成也跟新义安关系密切,另外新义成则跟14K走得比较近,家和也跟新义安有关系。 成龙就曾经说了,自己日后要出一本书,把香港那些事情说说,书要等到自己去世才公开。 李连杰也说了,那几年江湖上死了很多人,内地朋友最熟悉的香港帮派电影肯定就是《古惑仔》系列了,这绝对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电影。 不过最接近真实的电影却是杜琪峰拍的《黑社会》两部曲,里面提到的好马帮就是14K, 而新冀就是新义安,而何连胜就是何胜和,他们也是香港的三大帮派,不过何胜和主要是在97之后才崛起的,在97之前主要还是新义安跟14K双雄争霸,那么新义安跟14K到底谁的势力更强呢? 其实我们看看当年梅艳芳被掌握的事件就可以知道了,梅艳芳可以说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女艺人, 梅艳芳不仅仅长相非常漂亮,而且演技跟音乐水平都非常高,梅艳芳被许多人称为香港女儿。 梅艳芳在香港娱乐圈也是影响力非常大的,不过许多人不知道,梅艳芳曾经逃亡到泰国。 1992年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在刚刚跟李连杰签约的十个小时之后,被人开枪打死在香港街头,震惊了香港。 不过这个案子还没破的时候,香港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,当时五月已经红透中国的梅艳芳,跟着朋友去了九龙堂,得到一家名为Take One的卡拉OK唱歌。 当天晚上,14K的堂主黄维朗也跟黄百年一起到了这里唱歌,黄百年的哥哥黄百明是香港的大导演,也是新一城的老板之一。 黄百年因为哥哥的关系,也是早就跟梅艳芳认识了,出于礼貌黄百年就把梅艳芳介绍给黄维朗认识,梅艳芳也是出于礼貌过去打了招呼。 不过随后梅艳芳回到了自己的包厢唱歌,黄维朗也是跟黄百年喝了起来,黄维朗酒喝多了之后,就想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,于是就说自己可以让梅艳芳为自己拍电影,于是她就过去找梅艳芳,让她为自己拍戏。 梅艳芳也是性情中人,她并不害怕黄维朗,以休息不谈工作为理由拒绝了黄维朗。 黄维朗本来是觉得梅艳芳拒绝自己,让自己在朋友面前没了面子,于是黄维朗当场就开了一百万的支票,让梅艳芳当众上台唱歌。 梅艳芳虽然是歌星,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唱歌,梅艳芳也觉得自己是被人侮辱了,于是拒绝了黄维朗的要求。 随后两个人发生了争吵,黄维朗越来越生气,直接就给了梅艳芳一巴掌,并且把梅艳芳关在了KTV里面。 梅艳芳这个时候才感到了害怕,于是马上给向华强的妻子陈岚打电话。 向华强是永胜电影公司的老板,这家公司在1987年成立,靠着新一安的背景在香港迅速崛起,跟佳和、邵氏、新一成成为了香港的四大电影公司。 向华强的父亲向前就是新一安的创始人,当时新一安的龙头是向华强的大哥向华岩。 陈岚后来跟在采访里面曾经提到这个事情,他说当时他跟向华强在看剧本, 结果接到了梅艳芳的电话,他立马一个人就开车过去了,也没跟向华强说这个事情。 陈朗跟向华强一向强调自己不是江湖人士,但是香港人不知道向华强是新一安龙头的亲弟弟。 按照陈岚后来的说法,自己去了KTV之后,双方就握手言和了, 因为黄伟朗开公司的钱当年还是跟向华强借的,其实陈岚只是说了事情的一部分。 当天晚上,新一安五虎之一,有着弯仔之虎之称的陈耀星,带着上百人赶到了KTV。 有人说陈耀星带人去是因为他跟梅艳芳是结拜姐弟,也有人说是陈岚通知的。 不过陈岚夫妻一直不肯跟帮派扯上关系,所以在内地的采访上面肯定不会说出真正的事情。 至今陈耀星到底是谁通知去的,还是他自己去的,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 当然也有人说陈耀星是自己去找黄伟朗的,跟梅艳芳的事情没有关系,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巧合发生了。 陈耀星带着人跟着黄伟朗在九龙堂对峙,最终是双方大打出手。 黄伟朗被人砍断了左臂的手骨,被送入了医院治疗。 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,三天之后,黄伟朗在医院被神秘杀手给杀死了,引起了14K方面巨大的不满。 14K把矛头都指向了陈耀星,14K起源于广州,而新一安则是起源于潮州派。 一个是代表了广州的力量,一个是代表了潮州的势力,双方早就各不服气。 趁着这个事情,双方组织了几场的大争斗,不过每次都被警方给瓦解了。 没有真正打成,后来陈耀星也被警方给抓走了,却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放走了。 梅艳芳看到事情越来越复杂,赶快离开香港去了泰国避难,随后一年都不敢回到香港。 一年之后,梅艳芳以为事情过去了,于是就回到了香港。 结果在1993年11月的时候,陈耀星去澳门赛车,结果他刚刚出了酒店门店,陈耀星就被枪手给枪杀了。 当时,新一安认为是14K来复仇,陈耀星的手下都纷纷要找14K报仇。 香港一时间又是风声鹤唳,双方的小弟天天在路上寻仇。 香港派出了大量的警力维持之安。 随后,黄维朗的弟弟黄维辉站出来,在报纸上说是自己动手的,还说下一个目标是梅艳芳跟向华强夫妻。 最终梅艳芳拿出了一千万来摆平这个事情,双方才罢首言和。 其实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,其实14K跟新一安是实力相当,大家是谁也无法压倒谁。 如今梅艳芳已经去世,而向华强夫妻也早就退出了江湖,连电影也基本都不拍了。 接下来说,梅艳芳一记耳光,牵扯出14K和新一安的恩怨,始作俑者被一枪毙命。 1992年5月4日,梅艳芳和自己的男朋友林国斌去九龙堂Tik One,卡拉OK消费玩耍,遇到了黄百年。 黄百年是黄百明的弟弟,后者是新一城创始人之一,当时在香港拥有非常大的知名度。 黄百年当时和黄朗维正在KTV喝酒,遇上了梅艳芳,便将对方介绍给了黄朗维。 本来以为就是一个交际场景,大家互相寒暄两句也就过去了,却没想到当时黄朗维喝多了,一个劲儿的想让梅艳芳给自己拍电影。 梅艳芳当时已经表现出不悦,但是没有发作,于是便想了个借口推脱了。 但当时黄朗维喝多了,怎么可能放梅艳芳离开。 当场掏出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,要求梅艳芳献唱,但最终还是被梅艳芳当场拒绝,并发生了口角。 黄朗维当时是14K的堂主,本身也是一位电影公司老板,可谓是要钱有钱,要势力有势力。 14K当时在香港可以说是庞然大物,和新一安并称两大势力,没有多少人敢惹恼这位大佬,但是当时能在香港娱乐圈混得开的,谁背后又没有一点势力呢? 再加上当时梅艳芳功成名就,根本就没将黄朗维看在眼里。 但也正是梅艳芳的傲慢彻底惹恼了黄朗维,当场给了梅艳芳一个耳光。 对方人多势众,梅艳芳知道在争吵下去自己肯定会吃亏,于是就没有发作,因为害怕对方在找事,便打电话给自己的好闺蜜陈兰。 陈兰不用多说,向华强的妻子,向华强本人就是新一安背后的掌舵人之一。 在接到电话之后,立刻开车来到了KTV,将梅艳芳给带了出去,本以为这件事会就此结束, 却没想到向华强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生气,觉得黄朗维如此做是不给自己面子,于是便想找人给他点颜色看看。 之后向华强找到了陈耀星,其是新一安骨干成员之一,之后陈耀星安排了这件事。 5月5号,黄朗维被人持刀砍成重伤,之后送到医院紧急救治。 黄朗维的哥哥黄国辉知道这件事之后相当的生气,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弟就这样受委屈,于是找人举报了陈耀星。 最终陈耀星被警察逮捕,当时的香港华人探长可谓是左右风源,在黑白两道都非常吃得开,只要给钱,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。 在陈耀星被抓之后,其手下带着两三百人包围了警察局,不断施压要求对方放人,对此警察局也是无可奈何,只能放了陈耀星。 经过黄国辉这一闹,陈耀星彻底被激怒,于是便想给对方一个教训,打算直接将黄朗维处死。 5月7日,两名枪手扬装成探病的客人,潜入了黄朗维的病房,一枪直接将对手毙命,之后陈耀星被指控,最终被拘捕。 后来还是在小弟的帮助下,最终被担保出狱,本以为黄朗维的去世这件事会彻底画下句号,却没想到一切只是个开始。 陈耀星93年11月到澳门参加赛车,期间被枪手伏击,不幸身亡。 这件事不过是当时香港娱乐圈的一个缩影。 有人表示,黄朗维和陈耀星都是牺牲在14K和新一安的交锋中,一位是堂主,一位是骨干,两个人都因为梅艳芳的一记耳光而永远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之前成龙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,当时的香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,帮派没人对付,报警警察也管不了, 没点能力还真无法在香港影坛混下去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